你知道我前两天跟一个90后的大学生 我问他 我说你们这一代人和我这个岁数的人有什么不同 你看他的回答就是 我们现在注意力不能集中 他自己都这么感觉 其实我的注意力更不能集中 但是他就认为 他说我们现在老师也是这么说我们 因为手快 普遍的是注意力的转移非常快 注意力不集中 这个其实是美国早就有人 他是从那个控制板 就看电视那个控制板说起 美国有的人上纲上的特别高 就认为用那个控制板看电视的结果 使一个人的注意力的集中出现了问题 使一个人的责任心出现了问题 使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出现了问题 因为他就浏览太方便了 是不是 他一晚上可以看过几十个电视节目 看那又想看那 看那又想看 最后您什么都没看成 没错 你网络就更甭说了 没错 他有一个统计 就是中国人是换这个 就是眼睛停留在同一个屏幕上的时间 是比较短的一个 比很多国家都短 没错 相反的德国人 美国人都比在中国长 对 中国人他有一种 那个如鸡似渴的那个急劲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现在网页啊 像是网站啊 他做什么新闻都出标题党 全是标题党 对 他要抢眼球嘛 因为你注意力太短 现在是注意力经济 我要抓住你的注意力 要是能够比别的新闻 比别的网站多一秒 我就赢了嘛 那么这时候都在 于是又夸大 所以为什么中国这几年来 所有的新闻标题啊 什么都越来越夸张 造假的也越来越多 扭曲的越来越多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大家平常反映 比如说微博微信上头 你要写东西啊什么 也一样要抓人注意力 所以也是说话呢 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 那这个时候呢 最常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我们干传媒的 对我来讲 最大的问题在哪 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下 最常被牺牲 或者首先被牺牲的是真相 很多东西 你很多东西出来 那个事实的描述啊 也许是需要一定容量的 要几千个字才说好的 那么但是我把它简化成120字 抢眼球 然后我们很多人收到之后呢 看也不看详情 就算是个长微博 只看了标题 太长了 后头不看了 然后立马转发 还同时评论 事儿都没搞清楚 先评论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 越来越多网民激愤啊 就是群情汹涌啊 情绪都很激动 而且你要这么说啊 整个社会都建构在假象之上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我看那个美国 那个电视剧 它叫什么纸牌屋啊 我学了一句话啊 就说这社会很残酷啊 那就是说 舆论大于事实 就是舆论比事实更重要 就等于说 你出了什么事啊 你冤枉不冤枉 这一点都无所谓 但是你造成的是这个舆论 我们就拿这舆论说事 就是这样 你包括你一个名人 或者一个什么人 你犯了事 没人去管 这事怨谁 你客观上造成了这个结果 不是 现在啊 我听这词 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 我有一个类似的词 就是传播大于价值 是 您说的几句很一般的 滑重取宠的 装腔作势的话 但是呼啦呀的传开了 您就变成了 这今年的 起码是上半年的 或者是下半年的 中国的最伟大的学者了 因为您有三句话 大家都记住了 所以 因为你要学问真深了 谁有功夫 陪着您去研究那个学问去 所以那天你们说到的 那天我没见到一个段子 就说你们这个作家的 说这个名称要改一改 因为呢 这老师跟学生说了 说以后啊 不能叫笔者了 因为现在都不用笔了 然后说叫什么呢 那就用这案件嘛 叫贱人 贱人 然后呢 说那用 现在都用鼠标了 那叫什么呢 那叫鼠背 然后说 老师我们现在 这都不用了 我们现在用这手机啊 都是触摸屏 那该叫什么呢 触手 哈哈哈哈